用大塊冰磚 剉出一碗綿綿雪花冰 和手搖引冰塊夾滿套行糧 但是面上的冰塊 是深水做的還是手水做的 看不出它是深水還是手水 通常都不會太在 偶爾會拉肚子的問題 製冰工廠是深水冰塊 還是手水冰塊 民眾根本分辨不出來 外面製冰的水到底有沒有煮過 有冰塊小開說 這個問題從小被問到大 還說以前都是用深水做冰塊 更有業者把冰塊放在地上拖 直接剉冰或泡成飲料 讓民眾吃下肚 擔心它可能用深水 或者是用比較不好的品質 還是製造過後 它在過程當中是補衛生 其實我們也不是太確定的 當然還是以我們自己的浸水器 出來的冰會比較安全這樣 深水冰塊衛生一律多 餐飲業者為了降低冰塊食安問題 大多選擇自己做冰塊 安裝整套RO濾水系統 一套成本不便宜 小心餐飲店用過濾的RO水來製冰 因為深水冰塊不會深 也容易細菌多 吃下肚恐怕傷身 深水來製作冰塊的時候 裡面可能會隱藏著細菌 比較厲害的一些菌種 甚至還可以造成敗血症 水龍頭打開的水大多是深水 通常不會直接喝 但如果吃到深水冰塊 要是水源不乾淨 恐怕出事 就王勳許千 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